這個地方會容易產生瓶頸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說 什麼樣的措施可以讓這個瓶頸可以這個消除 那麼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們也要看一看 如何在 兼顧 我們這個必要的防疫措施以及不要讓 路徑旅客等待太久的時間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的量能能夠擴充到什麼程度 那作為未來我們再往上面開放 每周路徑人數再開放的時候做這個充足的準備 那 這個是我今天主要來要視察的目的 那是瓶頸的話是指哪些地方 然後量能的部分是說像那個篩檢庭還會再擴充嗎 是我想這個涉及到 整個這個路徑流程 那 這個CTC有一個他管制 比如說 發生篩檢站 那還有他採檢的部分 那量能是不是充足 還有一些資訊系統 那資訊系統的這個優化 那這些都是待會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那上次剛才有找到說 入境人數可能會再上調 大概會上調到多少 然後最快的 對 上調到多少就是說 我們有做多少的準備 這個是機場這端 當然不只是這樣子 那我們也要看一下這個 國際的疫情的狀況 那現在國際的疫情都在高峰 那我們應該要再觀察一下這個疫情的高峰會到哪裡 還有他產生 後續的譬如說他的這個死亡率 還有這個重症率有沒有升高 這些都是我們考量的因素 那也是我們要先進去的 有stick水 那是我們來看 我們慢慢來看 然後是我們 可疑